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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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文士爺 我們今天要來講餐廳 碰到一些討厭狀況 不想付錢的時候怎麼辦 可不可以真的不付 今天不是文士爺說得算 今天我們特別請到 我們法律界 非常赫赫有名的這個大律師 曾玉榮曾大律師 來為各位做一下助審 大律師你好 誒 四爺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曾玉榮曾律師 那我們今天要來看一下說 我們在餐廳後 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菜太難吃可不可以不付錢 廚師叫做巴腿了 他在那邊付什麼錢 這道菜來了 但是我吃完 我吃完我發現這菜很難吃 可不可以不要付錢 律師你覺得 每道菜上上來 我們就主張難吃 那我們就不要付錢 如果說這道菜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那不能夠因為你認為說難吃就不付錢 我懂了 大家都在吃了 大家都沒意見 就你一個在那邊喊難吃 很簡單嘛 下次不要來 但還是要付錢 不付錢怎麼辦 告你 找錯錢 少了 就是說我一個朋友 他是開餐廳的老闆 他跟我講 一個客人跟他講 欸兩週前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們少找了我多少多少錢 他以和為貴嘛 好啦就給他 我是覺得不應該給 對 律師你覺得呢 客戶跟店家之間 兩個人合一之後 價錢就是固定了 依照這個契約關係 對 老闆就應該要退錢給客戶 那原則上契約的時效 長達15年 所以喔 只要能夠舉證 15年內都老闆 如果找錯了 所以兩個禮拜還算 他還找來了就對了 送錯餐點 然後呢 店員送錯 我吃掉 要不要付錢 當然不用付錢啊 付什麼錢 你自己的作業俗師 憑什麼要我付錢 律師是這樣對不對 哎 四爺這個喔 可見的四爺就喜歡 常常要貪這種小便 對不對 其實呢 這個問題 如果說從 吃東西客戶的角度 他明明知道 店家送錯了 他還故意把它吃掉 可能刑法上面都有問題 這個跟刑法有什麼關係 這 涉及到 客戶他沒有點 對 人家送上來 這個東西就不屬於你的 你還把它吃掉 這刑法上 有可能會構成 毀損 你把人家東西吃掉了吧 它就毀損 對 另外一個就叫 輕占 你把別人東西 占為己有 只是你把它吃掉 這我為什麼聽起來 好像很不小心就要坐牢 所以啊 不要故意以為 亂吃人家東西沒有關係 送錯就直接跟服務員講說 欸服務生送錯了 請端走 如果這招菜沒點 這老闆真的送 他都一定會講四個字 老闆招待 他有講我們就可以吃了嗎 當然 對不對老闆招待 但他如果沒講 我們就不能自認為 當作老闆招待 當然 所以四爺我要提醒你 去吃飯的時候 人家有時候會故意要送錯給你 你要仔細確認一下菜 而且尤其在喝多的情況底下 最容易有可能會犯錯 有喔有有有 對不對 有時候我們真的很多法律問題 不知道該怎麼辦 沒關係找曾大律師就對了 對不對 因為我連拍他都很小心 因為我拍太大力了 我可能會被告 對不對 四爺您客氣 沒有 所以大家可憐我一下 按讚訂閱小鈴鐺 我也要幫你按讚 對你也要幫我按讚 對不對 然後我們下次見了 我先簽個法律顧問 好 四爺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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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